今天下午的男子標槍決賽 代表屏東縣的鐘順賢 以62公尺66的成績 奪得了金牌 台南縣的鄭榮青 以60公尺54的成績 拿到銀牌 在前進場上比賽的時候 有一位前進場上的老將 是相當年的三千大王 這個吳錦雲 他現在是在虎人大學 當前進的教練 當老師 他非常的熱心 同時跑得很快 每一次標槍丟過來 都跑在那個落點的地方 希望有正確的成績 他可以說是在前進場上 服務最熱心的一位 就讀於虎人大學的高雄市代表呂明秀 在女子跳遠決賽中 以5公尺63的成績 可以得到第一名 銀牌得主是 寮力縣的江凤梅 成績是5公尺47 所觀眾 今天的前進賽 有一項非常精彩的節目 就是男子800公尺決賽 其中有3個人成績不相上下 第一個呢 就是從今27屆審運會的冠軍 1分55秒2的劉道胡 在第三道 第四道的是 1分55秒4的郭忠卿 在第四道 第五道是谭广佳 他是全国纪录保持着 只有1分52秒4 裁判员喊歌就各位 现在选手们都站好了自己的跑道 这个比赛按照最新的规则 要在300公尺转弯的地方 才能够开始抢道 所以他们开始是奔道 因为枪声一响 大家冲出来 800公尺是需要速度和耐力的 现在第一个转弯 现在领先的是谭广佳 谭广佳一马当 现在后面跟的是郭忠卿 竞争非常的激烈 第三个是刘兆胡 现在开始跑最后的100公尺 两个人相差一步 在最前面的是谭广佳 第二名是郭忠卿 实力还是谭广佳比较厉害 他得到了800公尺的金牌 郭忠卿是第二名 谭广佳在800公尺的金牌 经过裁判计算以后 他的成绩是1分53秒3 第二名 这个郭忠卿是1分54秒5 两个人同时打破了大破的系统 在这次比赛里面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有很多观众都跑在场地里面来观看 这个可以说是影响了比赛的顺利进行 在每次的前进赛里面 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比赛 就是3000公尺障碍 富有长途跋涉的意义 而这项比赛一共有16位选手参加 最里面站的个子不高的 看见了小巧玲珑的226号 他是新主线的张经为 每一次都连拿冠军 而且他是一位中距离和长跑的名手 现在比赛就要开始 比赛不分道 大家挤在一条直线上 枪声一响 大家冲出来就开始想内道 第一个篮距离起跑点是53公尺 现在张经为以马当先的开始就在前面 每一个篮都是84公尺20 同时中间有一个水坑 全场要跳28次篮 而越过70度水坑 现在张经为还是在最前面 现在张经为已经领先其他的选手 在将近50公尺了 现在我们看看他跳水坑的情形 他是单脚着地 好像还很轻 现在后面来的选手 每个人也都要跳过水坑 这个跳水坑的时候很有意思 好像有点浮汤蹈火再说不计的样子 有的变成了洛汤鸡 现在张经为还是最后一个篮 最后一个篮离中点的距离是68公尺 现在他已经来了 赶上了最后一个人拉了一圈 现在冲键他还是相当的有冲力 我们看看他的成绩是多少 张经为3000公尺障碍的成绩 是9分47秒次 他拿到了金牌 但很可惜的没有打破大伙的记录 也没有打破全国的记录 接着我来说 今天地感觉 是9分48秒次 是9分48秒次 1分48秒次 是9分48秒次